美军在伊拉克战场上用一种特殊的炮弹给敌军造成了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 凡是被这种炮弹击中的坦克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并且无一幸免 这种威力逆天的炮弹便是贫幼弹 这种弹药最早由美国所研发 这是一种以含有高浓度又238的硬质合金为主要材料 制造的一种高密度高韧性弹性的炮弹和枪弹 在现役主战坦克的弹药体系里 贫幼弹是威力最大的一种 它既有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飞行性能 又有比普通乌星更强大的穿甲能力 是一种以材料取胜的高科技武器弹药 它具有着非常恐怖的穿透能力 也是坦克们最怕遇到的武器 而美军的坦克炮弹在几十年前就已经使用了贫幼合金材料 在海湾战争中已经实际检验了它的威力 美军大量使用贫幼弹直接摧毁了敌方上千辆T-72主战坦克 而美军坦克却由于装备了贫幼穿甲弹无一损毁 自此美军也就尝到了甜头 开始在战争中大量使用贫幼弹 贫幼弹也在一时间内名声大震 美国在1976年到1979年间 为A-10攻击机生产了约1000万枚GAU-8航空炮弹 其中约47%为含幼弹型的穿甲燃烧弹 从1976年至今美国研制并装备部队的 有20毫米、25毫米、30毫米、105毫米和120毫米等五种口径 共12个型号的贫幼穿甲弹 其中20毫米用于海军的密集阵禁防系统 25毫米用于陆军的M2M3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和海军陆战队的AV-8B摇式垂直起降战斗机 30毫米用于空军的A10攻击机 105毫米用于陆军的M60坦克 120毫米用于M1A1A2主战坦克 最新型120毫米平佑穿甲弹 在2000米距离的穿甲厚度最高可达900毫米 是当今穿甲弹最强威力 海湾战争中美军保守估计发射了80万枚以上的平佑弹 1994年巴尔干半岛 美军故技重施在波赫投放了1万余枚平佑弹 1999年北约空行南联盟 投放了超过50万枚平佑弹 而平佑弹给这些地区带来的长久性生态系统紊乱损失 更是远远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 有生物学家推算 美军在南联盟使用的50万枚平佑弹所造成的核污染 相当于车诺比核电站泄露事故的3% 目前有报道称 遭受平佑弹攻击的地方已经出现了种种怪异的现象 一些羊羔和牛犊 有的没有体毛 有的甚至长着两个脑袋 有些地区的幼处死亡率甚至高达50%以上 战后一年来 当地居民的死亡率比往年增加了好几倍 妇女不敢怀孕 孕妇也有一大部分选择终止妊娠 可见其对人类生存环境和心理带来的影响 平佑是指核工业中提纯金属幼235后所得的剩余原料 本质上属于一种核废料 含幼的矿石经过简单的处理后运输 然后在经过复杂的物理化学提纯后 得到含有不同幼同位素的单质金属幼 核工业中只取放射性强的幼235 剩余金属中大约有99.7%的幼238 和极少量幼234幼235 这就称为平幼 平幼的密度大约是钢的2.4倍 燃烧式温度可以达到3000度 将平幼和一些其他金属制成平幼合金 可以获得极大的硬度 强度可以比纯平幼高三倍 硬度可以达到钢的2.5倍 由于平幼合金具有这种特性 因此各国军方和武器制造商对它特别青睐 除此以外 平幼还有一种很独特的自锐性 平幼弹头在穿透装甲时 不但不会变顿 反而会越来越尖锐 大部分幼在穿透装甲的过程中 会被研成粉末状 这种平幼粉末在常温下就能自燃 假之其穿入坦克时产生的高温 使得粉末状平幼合金 在穿透装甲后遇空气而爆燃 释放出大量爆炸能量 爆炸力及后效应远远超过一般的弹药 是对付现有复合装甲和反应装甲的最好武器 以美国M829A1平幼穿甲弹为例 平幼合金长肝肝肝长660毫米 直径22毫米 含平有3.94公斤 在2000米处 对垂直均质钢板的穿身为600到610毫米 实战中在3000米以内 任何位置都可以击穿T72M1坦克 并且可以打成对穿 甚至有足够动能在把一辆T72M1从侧面打成对穿之后 再击穿第二辆 利用平幼高硬度的特性 平幼合金在装甲防护方面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 一般的炮弹很难以穿透平幼装甲 由于平幼弹内含有放射性元素 所以也属于脏弹的一种 其实它本身存在时所释放的辐射量很少 U238只会衰变出α射线 这种射线甚至无法穿透一张纸 但是平幼弹燃烧爆炸后 会全部转变为放射性氧化硬粉末和气胶 如果有人不慎吸入后 会造成严重的重金属中毒和放射性内罩射 淡黄色氧化硬烟尘可以飘到40公里外 沉降到土壤水体中 由于其半衰期在百年以上 其生物毒性和放射性危害丝毫不低于核武剂 放射性粉末会在骨 肾脏 肝脏内沉积 尤其是肾脏 容易引发包括白血病在内的多种癌症 和一些肝脏 神经系统疾病 甚至还能引起孕妇流产和新生儿畸形 最大的危害是骨质疏松和肾脏衰竭 伊拉克战后 儿童的癌症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十六 是往年的数倍以上 而美国也自食其果 尽管美国国防部一直在否认 湾战老兵的海湾战争综合症 仍然与皮银诱弹的大规模使用脱不了干系 据2000年的报道称 曾参加科索沃战争的欧洲士兵中 意大利有8人患白血病死亡 还有30名被怀疑患癌症 比利时有5人死于癌症 西班牙有11名患癌症 5人死亡 其他国家的士兵均有被诊断出患癌症的 这些士兵的患癌率远远比正常人要高 尽管受到了北约盟友和国际社会的一再谴责 美国仍在大规模使用和装备贫油弹 这种游走在核武器边缘的准核武器 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管控和约束 英国生物学家罗杰克·格西尔 在欧洲议会要求北约暂停使用贫油武器 尽管投票通过 北约组织核心国却抑制否认 使用贫油弹会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造成潜在威胁 一方面是因为贫油弹的威力特性无可取代 另一方面是解决了大量核工业废料的处理问题 美国陆军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新型贫油弹穿甲弹 长期研究计划 试图将其穿甲威力大幅提高 此外 俄罗斯 英国 法国和以色列等国的部队 也装备了贫油穿甲弹 这种弹药虽然不可能像原子弹那样 可以在数秒内将城市移为平地 生物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感受到其放射性 但其破坏性还是不可低估的 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来说是不折不扣的脏弹 而且贫油的半衰期比油更长 可以达到45亿年 长期破坏环境和人类的食物链 并导致受污染地区肿瘤 心血管及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增加 但是它的效果要在20到25年后才会显露 平油弹这个处于人类道德灰色地带的恶魔 也许还将服役相当一段长时间 而持有乱用平油弹的国家 势必将自食其果 但是有不少国外的军事专家认为 在坦克防护能力越来越强的现代陆战时代 一个强大的陆军必须拥有平油弹 即使由于放射性附带效应较大 需要谨慎使用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弹药 将是缺少威慑力的一大遗憾 不得不说 这种一炮连穿两辆坦克的穿甲弹 威力确实不是一般穿甲弹可以比拟的 以目前的科技水平来看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着制造平油弹的能力 也不缺乏平油材料 但是面对它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 还是抵制住了高穿甲能力的诱惑 并不是不能装备 而是太损应得 好了 关于平油弹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